我是寶島阿嬤林素貞 我今年28歲 永遠的28歲 我做了幾十年的廚藝 我就把最好吃的帶來給貴州的朋友大家品嘗 17年開的 我把小孩子跟他帶過來 本來預備要回去的 結果沒回去就在這裡 留下來說幫他帶孩子 空下的時間就煮三餐給他們吃 我每次煮的飯菜 他就PO上網 他朋友就說 看起來好好吃這樣子 最先就兩個三個 一直搞到後面要分批 一二十個這樣子 他們就慫恿我 出來做 我每天差不多八點都起來 都騎摩托車到菜場 他們我每次看我牽摩托車 他們就是很好奇那個眼神啊 那麼老了還會騎摩托車這樣子 跟那個菜市場老闆已經相處了四年 都是那一家買菜啦 大家菜市場的人大家都很有人情味嘛 對 貴陽的人是不辣不歡嘛 所以我就把我們台灣的跟貴陽的結合起來 台灣的味道跟貴陽的辣 我就加重辣 還有稍微加重口味 我們今年的年菜有發財手 還有東坡肉 蘿蔔糕 芋頭糕 像那個蘿蔔糕的話就是 蘿蔔我們台灣說菜頭嘛 菜頭菜頭意思就是好菜頭 今年又特別為貴陽朋友做了芋頭糕 就是比較糯的 那接觸度真的也是蠻高的啦 去年剛開始的時候就是疫情嘛 生意一下子收了太多 資金就有一點好像周轉比較困難這樣子 現在大家都沒有出來吃飯那些嘛 比較少啦 現在我們做線上就是我媳婦 媽媽今天我又賣了幾十個芋頭糕出去 我又賣了多少那個蘿蔔糕出去啊 她接單我要負責出來啊 剛開始是一天做一次 我感覺很輕鬆 再來的話她訂單多了 我一天要搞兩次了 現在好我更高興啊 反正我就認真做 我就把我的本事拿出來做多一點 做好吃一點嘛 醫護人員嘛 大部分來的話就特別優惠就對了 他們辛苦了嘛 他們要回家的時候 我們就給他補貼那個車費這樣子 還有來我們這裡算的話 基本上就是買一送一那個感覺就對了啦 去年那個疫情的關係對不對 像我們油炸街那個社區醫院 他們護理人員在那裡 我們就送一些吃的啦 去跟他們安慰一下 慰勞一下這樣子 打個氣這樣子嘛 大家都辛苦嘛對不對 我剛開始來的時候去到京陽啊 買一片的黃土 20年的時候差不多10月份帶小孩子去玩啦 去玩不高樓啊 看不到一片黃土了啦 我就感覺大陸好啊 幸福啊 有孫有兒子有媳婦啊 媳婦又特別好 沒有感覺說 在台灣在大陸的那個感覺啦 這裡也是家啊 其實我們都是一家人 兩岸一家親人嘛 哪裡都過年 都過年 都過了 都過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